请观世音菩萨 菩萨原谅2310-2018心灵净土世界云雾飘渺在群山里空中有金色凤凰飞舞飘着长长的尾巴金光闪闪好看极了有菩萨飞至一处群山的亭台楼宇上空亭内有大菩萨在给小菩萨说法闪闪发光的黄金色的屋顶白玉的栏杆地上也是白玉铺设而成白净明亮不染一尘 平台楼宇的走廊外是清澈无比的池水池底铺着闪闪发光的金纱原本空无一物的池中突然涌出一群群的鲤鱼颜色各异里身闪闪发光油转数圈后霉入金纱中化成金纱白玉石桌上有大菩萨用手一挥显化各个星象宇宙世界 再给前来听法的菩萨讲解有菩萨飞起飞到群山里一座规模庞大的道场道场入口的匾额写着观音村三个字中央供着一尊硕大的东方台观世音菩萨圣像菩萨会下礼拜观世音菩萨圣像闪闪发光显化在菩萨眼前道场外有菩萨们在诵经或作或占有些在绕佛念诵 净土世界的菩萨们可以聚在一起诵经研法也可以在净土独自入定禅修这就是将来修成的众弟子们居住的心灵净土菩萨说希望众佛子能够一心一意念佛命中往生到心灵净土还有很多殊胜景象将来都会让我们弟子知道2410-2018心灵净土世界 群山围绕的净土世界中有白云围绕在群山中山里忽映忽现的闪现金光金光闪闪处是一座宫殿楼阁净土世界到处都有宫殿楼阁 宫殿中间有数个巨型水池莲花生长在池中池边两侧有长廊围绕 刚往生到净土的僧人走进喷水池中干净的池水瞬间发出一阵阵金光包围着圣者 金光褪去后莲花自持底有限僧人乘坐在莲花中 楼阁内菩萨们聚在一起精致善食水果随菩萨意念显化在眼前菩萨们用意念宝石 美味至极净土世界的菩萨们不会去异想婚事都是清净念 清净语吃婚的念佛人是没办法往生净土世界 这里不像人间需要烟火烹煮想什么有什么 人间各处的观音村道场会是直通心灵净土世界的通道 观音村道场会显化在净土世界中 2510-2018心灵净土世界 晨起净土世界没有白天黑夜之分 白天黑夜的净土世界都是明亮如白天 只要一日已过会有晨钟响起在净土中 已入甚深禅定的菩萨甚至听不到晨钟声 专入在自己的意境中 菩萨们在净土世界不会有倦意 白天黑夜都在休息 听法诵经 净土世界的诸菩萨摩赫萨寿命是无量手 非人间所能得知 有一处白玉雕刻而成的石柱栏杆 金龙金光闪闪的盘扰在石柱上 童子走进金龙 金龙从盘扰的石柱飞下 童子乘坐在金龙身上飞向远方的山峰 山峰处是观音村道场 童子和龙亭住在一处凉亭里 龙身又盘扰在凉亭的柱子上 数位童子与龙一起在亭内听大菩萨讲解经藏 不远处 甲山流水 流水过后一分为二 倾斜流入池水里 流水能缓能及 池底一群群大鲤鱼 金光闪闪 忽影忽现 不久金光散去 没入池底的金沙中 净土世界都是意念所化 甲山流水 金色鲤鱼 都能随菩萨意念 幻化转变 水池里一座莲花喷泉水柱 清澈的喷泉水柱 或转换成金光色 或转换成七彩奇异光芒 或直或转圈或静止 奇妙无比 草地上 有孔雀张开尾翼 金光闪闪的雀身 永畅经文 经文流转在净土中 净土世界的奇珍异兽 都是非实体 非恶到众生所化 曼婆罗 花飘洒在净土世界 有粉色 有白色 大树下 菩萨进入禅定休息 随空中流转的法音 提升自己的意境 2610-2018 心灵净土世界 净土世界的孔雀 金龙 凤凰无比伐喜 不断在净土 到处涌唱 有佛 圣者 尊者 自西方极乐而来 请净土诸佛菩萨 前往净土某处听法 净土诸佛菩萨 停止诵经 已入定的菩萨们出定 具足神通的菩萨们 纷纷成莲花 飞向净土 一处空旷的广场上空 聚集入座 花雨缓缓落下 清香阵阵 净土世界的圣者们 恭迎拜访 心灵净土的 西方极乐世界 诸佛菩萨 佛菩萨们大放光明 法音流转 净土世界 处处法乐 2710-2018 心灵净土世界 远处 金光涌现在净土入口处 净土世界迎来一位 刚往生到心灵净土的 居士菩萨 由诸佛菩萨护持 故送这位刚往生到净土的菩萨 到一处公德池入狱 很大的八宝公德池 池水金光闪闪 居士菩萨双脚站在池水上 脚下池水涌动 从脚踝处开始包围菩萨全身 洗掉尘世无垢 灵体恢复本性光明 这位居士生前一生如素 念佛敬秋 终身持善念 秦坐公德往生佛国意念坚定 寿终后由诸佛菩萨护持 一念吉德往生佛国净土 洗浴过后的居士菩萨 慈祥义态 脸上没有皱纹 光洁嫩滑 平台楼宇内 老者菩萨用手清点白玉石桌 桌面显现娑婆国土的众生法界形态 品阶较低的菩萨们在聆听微妙反应 看到恶事众生迷惑颠倒 叹息连连 心生怜悯 净土世界的诸佛菩萨都是清净念 无恶念 恶语在心 念想都是清净无比 欲望生佛国者必须修清净妙语 净土无恶行恶想 答 心灵净土世界和西方净土世界一样 只是两个地方而已 就像现在很多干净的城市 每个干净的城市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净土哪来的恶行恶想 现在人间有多少恶行恶想 卢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 263 2018年11月4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当时交易 那里有个好处 这是他掌烂的 我们的食欧 我们的背景 但是 什么 我 那里有点 有什么情组 最后